昨天晚间新北市泰山仁爱路上突然传来爆炸声响 随后街道上还冒出了烟雾 也让附近住户吓坏了 以为发生爆炸案 赶忙报警处理 电视辖区远警到场之后没有发现异状 直到调阅监视器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两名男子开车时候 其中一个人随手丢止水雷 才会因此传来爆炸声 而时候警方也依法将人移送法办 大半夜社区大楼监视器拍下路口 突然闪了一道火光 附近民众还以为是发生爆炸赶紧报案 警校货报赶底现场了解 发现没有异状后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 锁定社区外经过的轿车 结果追查下原来是有两名年轻人 在马路上丢水雷 据了解两人就住在附近 当天开了两辆车 而其中一人疑似因为心情不好 就在这个路段的时候 释放水雷也吓坏了附近民众 事发在新北市泰山仁爱路 深夜十一点半左右 三十八岁的徐姓男子 和二十三岁的廖姓男子 各开一辆汽车犯案 后续情方通知两人到案 却异口同声共称 是单纯心情不好 燃放水雷消气 没有其他原因 但两人早就处罚 通知吊男 到案说明 便宜社会秩序维护法 六十三条采法 只是两名男子都是辖区问题人物 有前科记录 这回因为心情不好 就放炮泄愤 实在难保下次 不会有更脱去的行为 接着最后报道